我家儿子好喜欢吃这个鸡蛋饼 每天放学都要买两块钱的回家吃 现在疫情没办法去买 刚好家里还点面粉 我就自己在家给他做了 先到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把鸡蛋完全搅散之后 就往里面加入三勺面粉 和适量的盐五香粉 现在不要加水 先把面粉和鸡蛋搅成这个状态之后 再往里面加水 如果一开始就加水的话 会有很多颗粒很难搅散 所以也是一下不要加太多 慢慢的加 等面糊搅成比较稀的酸奶状的 就把葱花放进去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锅里倒点油 润一下锅 把这个油全部倒出来 再把面糊倒进去 慢慢的给它摊 面糊倒进去慢慢摊成饼状的时候 再来开火 开火等另一面煎定型了之后再翻过来 等两面煎熟了之后就可以了 这个饼就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 不是酥脆的饼 或者往锅里加入一小勺油 就是吃饭的这种油 同样的给它转动一下 让锅边都沾上油 再把面糊倒进去 同样的给它转动一下锅 让它摊成饼的样子 然后再开火 开中火 让它慢慢的烙 慢慢的煎 面煎定型 煎熟了之后再翻过来 稍微把另面煎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这一点点面糊就摊了这么多张饼 还挺成功的 比较软 很有韧性 我还是第一次做 我还是就是学到 网上人家的教程来做的 还挺成功的 很好吃 我儿子都说特别好吃 和上人家的麻烦 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